鄉親 如果繼續來看 台北市的選前 說高端公司 提高疫苗的時間 已經ND超過三十天 應該要付為預金 但是 衛福部並沒有形式 控制控是副政府在貨航高端 納貝 兩位市長的候選人 九萬安跟紅山山 通罵 當時的衛福部長 譚市長 八層話的說幾大 譚市長的態度很低調 回應說 已經離開衛福部了 因為已經不是政務官 這種問題可以閃到閃 不過他的對手 金萬安 紅山山 不想放他 就是我負責嘛 所以他所做的事情 他又不負責了嘛 如果這樣而已 國庭而已 要找什麼人來到站台 竟然是最後關鍵的加分 其中前高雄市長 韓國入獄的動用 竟然是引起國家的關心 我們個人造勢 包括我總部啦 後續的一些大的活動 我們都在規劃當中 我想韓國瑜 他是在以前的選舉 就證明他是有群眾魅力的人 我們就拭目以待防 另外一邊 不懂得台北市長好選人 紅山山 早上是到行為航空 雖然沒找到 竟然要進入人數來做燈 怕親民路線 選舉要到了 什麼人的做法靠好 夠喜好就知道